姑娘第一天进宫当宫女 就带着象征皇后身份的玉佩当差 谁知夏淼就被太子妃撞见 一枚 唯有皇后才可拥有的奉陪 为何会在一个女官的手上 剑月犯上乃是杀头大罪 管事当即提议将宫女就地处死 以防其中有什么隐情 太子妃当即询问玉佩的来历 不料对方一句也不为自己辩解 此女留之成活 断不能容 管事说完立刻叫人将宫女按住 将一碗加了料的粥亲自为她喝下 姚子精健壮拼命挣扎 虽然将周婉打碎在地 可姑姑并未放弃 拿起地上的碎片 就要让她命丧当场 千军一发之际 太子及时赶到 看到怀中受惊晕倒的心上人 太子心疼地将人抱走 独留太子妃慌乱地站在原地 这边太医经过诊治 表示姚子精并无大碍 太子这才放下心来 看着桌上的奉陪 太子心中满是疑惑 等到姚子精醒过来 太子立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不相信对方是个偷盗之人 眼看如今已经隐瞒不住 姚子精只能开口解释 当年她十岁时跟随主母入宫 因早会得到了皇上夸赞 并将一枚象征皇后身份的玉佩赠给她 承诺等到自己出阁 便是皇孙唯一的正妃 从那以后 姚子精开始为当太子妃做准备 不仅琴棋书画烹饪女工样样精通 就连骑马射箭都要学习 而她的生母地位低下 竟选择结束了生命 只为让自己这个未来太子妃 有一个不被诟病的出身 得知了来龙去脉 太子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其中竟有这样的隐情 姚子精却苦涩一笑 她本以为自己这一生的意义 就是为了当太子妃做准备 没想到当皇上得知 陈老将军的千金出生天将祥瑞 就更换了太子妃的人选 这对姚子精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仿佛她做的这一切都无比可笑 对于皇室来说单单是更换了人选 可对姚子精来说 就意味着自己的生母白白牺牲了 而她之所以冒充身份进宫 就是要看看顶替自己的太子妃 到底比她好在哪里 让她因一场婚事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这让太子无比心疼 一下子说出隐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姚子精无助地瘫坐在地上 知道对方这些年兽的委屈 太子便想封她为侧妃 地位等同于太子妃 谁知姚子精却跪地请求收回城里 太子文言立刻提醒她 被皇室吓聘过的姑娘 此生都无法再嫁人了 不料姚子精竟然生出了出家的想法 这让太子气不打一处来 立刻上前警告对方 自己绝不可能放她离开 看着太子坚定的眼神 姚子精心软起来 她不得不承认 自从进宫以来 她已经在相处中爱上了太子 但心中这道坎始终无法过去 殿下 我恨你 见对方说恨斗规规矩矩的模样 太子只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深夜姚子精独自坐在灶台前发呆 回想起主母临死前 让自己进宫将太子妃的位置抢回来 姚子精就心如刀割 她本想平平淡淡地过一生 奈何主母的嘱托让她喘不过起来 等到次日一早 姚子精调整好心态 再次为太子端来膳食 听到对方再次提出风飞的请求 姚子精直接坦言 她这辈子只想做一个小宫女 留在上师局好好当差 知道太子心中有内疚 姚子精立刻安慰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她 可这却让太子心中酸酸的 你宁愿留在上师局 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 看到姚子精跪求自己成全 太子只觉得十分无力 但又不舍得勉强对方 只能任由她离开 深夜太子在书房夜读 但她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反而将一旁整理书籍的太子妃 看成了姚子精 察觉不是自己所想的人 太子顿时有些落魄和难过 干脆放下书来到屋外 欣赏着天空的弯月 这天姚子精走在宫里的小路上 突然一只断了线的纸鸳 落到了她的脚边 等拿起来一看 她惊喜地发现上面的小人 竟和自己有些相似 这让姚子精瞬间回想起 跟太子相处的日子 是那么地欢喜自在 可随即她又落寞起来 将纸鸳扔下就走 最终还是不忍地折返回来 将纸鸳拿在手中把玩 看来情之一字最难让人控制 也甘愿沉醉在其中 深夜姚子精在御膳房刻着花 脑海中不自觉想起太子的模样 有一次她为太子做考例子 却不小心睡着了 对方本想偷亲自己 下秒他们都被炸开口的栗子下意 如今时过境迁 姚子精只觉得又甜蜜又心酸 这边皇后一直为太子 没有子嗣而发愁 便精心挑选了几位美人 悄悄安排在了太子妃的身边 这让太子一下就察觉了母后的意图 次日一早就将人全部送回了 听到母后说还要继续送美人 太子立刻出言阻止 称若是再送人过来 她依然会原封不动地送回 见儿子转身就走 皇后顿时愁得不行 既然送去的人她都不喜欢 那就挑一个她喜欢的 知道太子对上师局的一个小宫女不一般 皇后立刻点名让姚子精送膳 等人来到寝宫 皇后一下就认出 姚子精就是当初太子妃的内定原选 奈何阴差阳错 先皇并未履行约定 来不及计较姚子精为何入宫 皇后直接开门见山 她愿意下令封姚子精为太子平 来弥补当年的承诺 谁知却被对方拒绝 只因她虽仰慕太子的才华 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 但要在感情和自由面前 姚子精宁愿选择自由 这让皇后大吃一惊 多少宫女朝思夜想的皇室富贵 没想到竟还有人不愿意的 一想到自己儿子只对姚子精不同 皇后立刻压下心中的怒火 称策封之事板上钉钉 不容任何人质疑 这让姚子精无可奈何 只能告退离开了寝宫 这天姚子精案例为前卿宫送膳食 等皇上美美的吃了一顿后 顿时觉得姚子精有些面善 一旁的皇后见状当即解释 她就是先皇为太子定下的太子妃 得知了这其中的缘由 皇上就有了策立姚子精之意 这让太子有些期待 下意识的去看姚子精 既然是先皇选好的两人 那得个吉日策封吧 圣旨一下 姚子精也无可奈何 既然老天安排了自己的命运 那就顺势而为